當你走到很辛苦的時候 就不妨回頭一望 你就覺得 你付出的努力 是值得的 幾漂亮的海景 字幕提供 大家好,歡迎又來到萬事屋 希望大家可以免費訂閱我們頻道 按旁邊的鈴鈴,有新片就會通知你 如果影片適合,就按個Like支持我們 今天就來到這個惠玉順敬的起點 大家在灣仔 金鐘就可以搭6號 金鐘地鐵站可以搭260 如果在華富、數碼港的朋友 就可以搭73號來這個站 又或者在東區出發 就可以搭14號 轉6號 260 在對面的站落車 就可以來到這個惠玉順敬的起點 在這裏就有個紀念牌 就是寫英王愚准香港賽馬會 還有一團在巷貸 捐贈起出來的紀念牌 在這裏開始就可以體驗到 惠玉順有多喜歡走樓梯 惠順一段就會橫跨了 可以去到鎂馬江山 紫羅蘭山 就會去到陽明山莊那裏 這樣 都幾艱辛的 相信 好,可以出發 一起步就已經走樓梯了 這裏也是大潭郊野公園 來的 好,正式出發了 那這段路呢 剛才看地台就說過會橫跃 咦,等等 先,看到這個 洪生段 何洪生有份賞助 那即是我也有份賞助 在剛才那個地圖呢 就看到它會通過 孫江山和紫羅蘭山 其實這兩條山 就是這兩條山 在香港都幾出名的 出名 上很多才到 還有出名好風景 好美的 風光如畫 哇 住在這裏真是 開心 我想不是開心那麽簡單 慢著 按了M沒有 好美的 剛才呢 就差點發生了些 好蝦蝦的事 就是因為我們這次 為何會走衛契上 一段呢 就是參加了一個 一個叫 我好 什麼 我們好什麼 喜歡行山的活動 那呢 它就是要 要開一些app去檢查 那個record 你的路是 走了多少k 那我們就補了一個月 走25k 剛才呢 差點忘記了開app 沒有開app 就白走 要上到上面 不糟糕 要看到上面的人 要上到上面 那麼糟糕 來到第一條 分岔路 那一想都知道 怎麽會這麽想走平路 繼續上樓梯 上了一小段 看看一個景觀 好美 好美 還可以試試看 這個是赤柱工場的 那座不是美麗 那座是聖士提反來的 學校來的 那座不是美麗 是呀 然後 有十字街上 其實有十字街上面 甚麼呀 有一個東西 我說這邊 我說那一個 我說那邊 它那那個是 那個是麽elling 我以為你說中間那裡 沒有十字街 是嗎 好,是不是聖士提板學校呢? 我也不知道,要開地圖看看回來 好,繼續走 我們回頭看看我家的隊長 在這裡休息 還好意思跟我廢收 不看著他,他就偷懶了 真的好漂亮,走了15分鐘左右 就已經看到今天漂亮了 15分鐘 好,小心點 你好 走到上來這個衛敬第一條段處之後 這裡就有個觀景台 馬江山觀景台 原來我們已經步向馬江山的山頂 這裡可以看到 270度的海景 有龜山 鶴醉山 中間一個大潭灣 這裡這個海灘 有赤柱淨碳 接著就是裸洲 聖士提板灣 石柱半島 接著這裡就是龍德縣 龍德縣好像是公屋 還是馬坑村 還是兩個都是呢? 龍德縣可能是鞠屋 馬坑村是公屋 哇,住這裡真是開心 接著還有那邊就是 這裏就是中坎國那裏 中坎山 不知道是不是中坎國 中坎山 中坎灣 接著 這個離島 再後面那裏就是南亞島 再旁邊這邊 看到三絲閹通 就是南亞島 那裏就是海洋公園 這裏就是海洋公園 瞎麵 那裏是海洋公園 這裏遮住 對,原來這裏看到海洋公園 對呀,看著海洋公園 看到海洋公園 換眼鏡手就可以看著海洋公園 換下鏡頭可以看近一點 海洋公園 看到那個觀光塔 應該也是 接著這裏 然後這裡計畫 就會見到三絲閹通 南亞島 在觀景台休憑了一陣就繼續行程 上完20分鐘的樓梯就走回一段山路的平均地路 不知道轉了彎是否繼續上 我有預感是 暫時還未是 HELLO 看到了,是要繼續上的 那我就沒有走過雷利 我想 走雷利 起步已經想放棄 都是麥利號好人 麥利號一開始有10K的平路 騙了你先走 那倒不是,應該是衛奕信均真 現在告訴你 衛奕信 一開始已經告訴你衛奕信就是 走樓梯 麥利號 就哄了你落達 走一條東坡 看一條東坡 看一看風景平路10K 哄了你落達走 就開始惡夢 又上了 這個只是 第一個山 後面還有一個 好緊張 究竟會不會轉到這個彎 就上完呢 好緊張啊 好緊張啊 夢想幻滅 轉完那個彎 對,繼續上了 好緊張啊 好緊張啊 看一看 你的長大謊 好緊張啊 看一看 點心 看一看 我真的忘記了 我都忘記了 Motto 人家庭 我做了 污物 我坐好 我坐大聲 我想坐 我坐好 喂!到頂了! 就是這樣? 我們就來到這個第二條柱啦 第二條柱即是代表我們走了為順敬的一公里 好,我們繼續 嘩 開心下完之後看回對面 我不想下 看來這裡是下這個山谷 然後再從那條路上回來 見到我們就不想下去了 看來這裡是下這個山谷 很慌張 唉 好啦,都要下的啦 怪不得剛才走到上來的人死一死 好 看到這些格局 首先就是 要下一段 接著看到前面又有上山的路 就知道 唉,都不是下很多 看到那條平路 對,接著應該就是 攤上孖江山的第二條柱 現在知道了 我也是剛剛才知道 想到 那紫羅蘭,是不是有很多紫羅蘭呢 待會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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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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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會不會是第二個縫階呢? 眨眼見,有點平路 月亮撈出來了 終於見到第三條緣柱了 咦,有幾條啊? 帶給香港人的信息 信息 第三條柱,我們初步目標是走到第十條 不,其實都一定要走到第十條,不能退出的中間 咦,前面那麼高的一個山,我們要做什麼啊? 可不可以解釋嗎? 咦,難道我們要走到那些人走來的那個山? 應該是,可能那個就是紫洛蘭山 那也好,希望 希望是呀,希望它不是紫洛蘭山 紫洛蘭山,紫洛蘭山 唉,真可憐 又要下 希望不要下太多 這個900這個字 是不是代表有900級樓梯呢? 我們現在要下900級樓梯 即是只要上900級樓梯 起碼 剛才看完海景呢 這裡就可以看一下這個山景 看來都是一個艱苦的旅程 前面的山 我們是不是下足底再下呢? 看看現在多高 現在是244 但是呢,還要直槽下去的 看看落到最底要那個拐點的時候是幾低了 哎呀,幹什麼呀? 剛才有些傘傘,走到300天 你不受不了 快點來這裡300,休息一下 我都不敢告訴你 有900 不敢說,他們都說了 大鑊了,你這次 哈哈 剛才看一班年輕人 什麼時候到 他們在那裡 經歷過 9980的懶 那裡都沒有看到900這個字 是 我剛才在那裡 我剛剛叫你去看 你剛才看的 你下來了 照看著這個平路 是一個拐點 就是說 現在是說在孖江山頂 走到這個峽谷 海拔160公里 剛才由300多公里下來 100多公里 咦 還可以下 真是糟糕 待會又要上去 紫羅蘭山 下面就是真正的怪點 這裏呢 就是傳說中 衛逆順一卷的一段 真是落到我都口齒不清的 的退出點了 4號標柱 這裏 就可以 走回去大潭督水塘 然後這邊呢 又有一個退出點了 這裏又要走上紫羅蘭山了 這裏下到來是 8米 就是剛才就按蹲蹲地 300多下回100多 然後等下又要上 300多還是400 紫羅蘭山 待會再看地圖 等下紫羅蘭山是433 這個混蛋 148又要上433 那這邊呢?這邊是去哪裏呢? 這邊就沒有指示去哪裏, 只是說是赤柱西人水道 那裏就是指去那裏, 就去回大潭水塘 就是退出的位置, 羅夫的路 這裏是羅夫, 你想做羅夫嗎? 羅夫都要走兩公里才能出去 這裏要上去 這裏我剛才剛拍完, 就是說我們落到150米, 等下要上433 剛才我們300多下來的 那裏是433嗎? 不是, 這裏是150米, 那裏要上180米 是嗎?不是的, 算錯了 433, 是280米 那好啦, 暫時就拍到這裏先, 因為電話都沒有電了 是啊, 沒錯, 我是用電話拍的 如果大家想贊助我買一部Podcast 2的話, 就留言告訴我 看我可以輕鬆一點這樣拍 好, 待會上到孖江山頂再見 不是, 孖江山頂 不是, 孖江山頂 是, 走到傻了 待會上到紫羅蘭山頂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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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後 上到一半真是忍不住拿一部機出來 插電的電話出來 拍一拍一下 像不像一隻象嗎? 大份象嗎? 這個, 剛才是大潭水塘 這邊就是, 潛水灣的海景 哇, 真是一階段 一階段 一階段 大潭水塘 這邊就是, 大潭水塘 2,000 年後 幾經辛苦呢 就上到這裡多高 430年, 應該是紫羅蘭山的山頂 這裡可以看到這個大潭水塘 這個, 橋 大潭的橋 以前這條橋未有紅綠燈 是塞車, 塞到爆的有可能 因為大家各不相讓 人都是要管的 所以就剩下一個紅綠燈 不錯, 有芒草 那裡的景色很漂亮 雲後面有座山 不知道那座山那麼高呢 那裡是 還是海市神樓呢 再計劃過去一次 好漂亮, 大潭水塘 紅山半島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沒有退出, 是不是值得 是 是 好 femininos 大家可以去 維吉他 看見 一個 你給了金澤 這個 這裡呢有一個分岔路 一邊呢就可以去黃綠燈水塘 跟另一條路去楊凌山莊 我們在走慧敬的關係 就繼續走楊凌山莊那邊 而王麗聰水塘那條應該是交流境 我們繼續跟著人仔走 我們的旅程 好,看這條路還有K嶺 應該夠電可以拍到尾 所以我都開回相機了 那上了幾個小時 兩個小時,兩個小時 樓梯 我想這裡是全鎖的 很漂亮 很漂亮 中間終於到了這個唯一的宮殿 第一 唯一 剛才起點有這個牌 看看有一個正面一點的位置 有這個 洪生段 都是那句話 即是我有份 如果要繼續 唯二的朋友 就沿著這條路上去 看到那個停車場 第二個P字 後面就是唯二的起點 看看地圖 先 告下 再次 咦 那我們今早呢 就 嘖嘖嘖嘖 嘖嘖嘖嘖 剛才試過真是郊遊徑 大潭郊遊徑 它就是 我不知道氣點在哪 回去上網看看 那就 到 經過黃泥沖水塘 然後 大潭郊遊徑 走一圈 回來了 對了 那呢 好啦要走朋友呢 下到來之後 就 左邊這條路 走出去呢 就有巴士搭的啦 今天這段片就來到這裡 請大家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留言和讚好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啦 拜拜